这种人肉馅的饺子 是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60岁老太太之后 宛如少女般 拥有光滑的肌肤 脸上没有一丝皱纹 梅姨就经营着这样一家饺子铺 只有在这里才能吃到这种特殊的肉馅饺子 只要坚持食用 就能让人永保青春 而梅姨就是饺子铺的金字招牌 不到30岁的容颜 谁也想不到她竟然已经60岁了 如此神奇的功效 自然会有众多贵妇慕名而来 这天 一个女人急匆匆按响了梅姨家的门里 她是香港过气女星李太 年轻时候的李太凭借出众的容貌 在演艺圈一炮而红 而后嫁给了著名商人李先生 逐渐成为家庭主妇 但出了娱乐圈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把幸福权寄托在丈夫身上 刚开始 李先生确实十分疼爱她 李太以为自己和丈夫可以白头到老 但是二人一直没有孩子 她不知道自己和丈夫 到底谁有问题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引以为傲的容颜不再那么青春亮丽 丈夫的心也随之飘走 常常背着她在外面偷吃 丈夫的那些事她都知道 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她没有直接揭穿丈夫的龌龊事 她心里明白 男人不管到什么年纪 总喜欢二十岁的 而如今自己已经人老猪黄 为了重回青春 重新夺回丈夫的心 花多少代价她都愿意 于是她通过熟人介绍 来到了梅姨的饺子铺 梅姨表示我的饺子虽然贵 但是物超所值 看着六十多岁的梅姨 皮肤滑嫩的跟小姑娘似的 李泰的心里有了底 表示花多少钱都可以 只见梅姨开始 嫌熟的制作饺子 还不忘给李泰介绍 自己的饺子皮 是用的高筋面粉 软硬适度 有韧劲 面团要揉到 像鸡蛋白那样光滑 柔软 然后才开始切断胆皮 这样包出的饺子 才不会露鲜 煮饺子的火候 和水温也十分讲究 很快 一碗晶莹剔透的肉馅饺子 便新鲜出锅 端到了李泰面前 女人为了永保青春 将价值2500一碗的饺子 放进嘴里 可欣慰扑鼻而来 她实在是难以瞎眼 全部吐在地上 一旁的小狗闻了闻 狗都不吃 而饺子扑老板梅姨 竟然捡起来埋进了花盆 日后花就会开得格外艳丽 见李泰还是不敢下口 梅姨表示 这一口饺子可是值几千块 吃了就能变年轻 吃的时候想后果 不要想前因 原来饺子的鲜肉用的是银胎 梅姨经常出没于妇产科医院 靠着和治理医生的关系 采购医院流产的死胎 然后把鹰胎装进饭盒 火腿鸡蛋饭 这样便能混过安检 听了梅姨这一番话 李泰强忍着令人反胃的欣慰 一口两口 竟吃出了一身汗 此后 为了找回自己年轻时的容颜 夺回丈夫的心 李泰便成为了饺子铺的常客 可是几个月下来 效果却不是很明显 看着电视里自己年轻时候演的电视剧 李泰的心再也安纳不住了 询问梅姨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梅姨告诉她 五六个月大的鹰胎才是极品 见笑快 效果好 可是原料可遇不可求 梅姨让李泰耐心等待 说完 梅姨便又开始 在厨房咔咔地剁肉馅煮饺子 而李泰只敢隔着墙壁偷听 不敢去看上眼 光剁肉的声音就足以让李泰胆战心惊 她对吃鹰胎还是有芥蒂 但为了美貌 她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豁出去了 李泰吃完饺子 前脚刚离开 极品便送上门来 一位母亲带着自己怀孕的女儿 来到梅姨家 请求她帮忙做人流 原来梅姨之前是妇科医生 后来退休后便来香港开了这个饺子铺 梅姨开始假意拒绝 但看到苦苦哀求的女孩母亲 梅姨半推半就地同意了 在她脏乱差的厨房内 开始了不正规的手术 健康少女 投胎 五个月 这不就是李泰要的极品吗 而李泰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她和丈夫15周年纪念日 丈夫前一天还满口答应 陪她一起过 可第二天就食言了 找借口说忙生意 打发给李泰一张几百个W的支票 让她自己过 转头便投到了别的女人怀里 殊不知 李泰将这一切看在眼里 男人看着女秘书的大肠腿心痒难耐 忍不住伸手触摸 秘书赶紧躲开 可男人并不罢休 拿起鸡蛋敲在她腿上 两人逐渐暧昧起来 殊不知 男人的妻子李泰就在楼上看着二人 但她却只能忍气吞声 暗地里下决心 重新恢复年轻时的容颜 从秘书手里夺回丈夫的心 于是她找到饺子铺的梅姨 得知梅姨已经找到极品 让梅姨赶紧和面朵现包饺子 这次她已经不再像刚开始那样抗拒 而是在一旁观看着全过程 等待着自己的鹰胎饺子出炉 很快 极品饺子端上桌来 一个个晶莹剔透 让李泰欲罢不能 一口一个 她细细地品尝着 回味无穷 刚吃完饺子 便接到电话 丈夫摔断了腿 李泰赶紧收拾东西去看望 再回家路上 李泰春光满面 容光焕发 仿佛焕发了新生 回到家 丈夫看到李泰 立马就被她身上散发的魅力深深吸引 吃完极品饺子的李泰果然与众不同 老夫老妻重燃了久违的爱护 丈夫摔断的腿似乎都神气恢复了 这一次 李泰终于找回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肤白 貌美还有丈夫的心 此后 李泰不再忧虑 大方帝参加姐妹们的聚会 姐妹们纷纷猜测 她是吃了什么美颜大补品 当然只有李泰自己知道 她心里偷着乐 可是乐极生悲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宴会上 大家纷纷闻到一股腥臭味 李泰闻了闻自己 猛的发现是从自己身上散发的 她赶紧找借口离喜 来到浴室 撒上满浴缸的鲜花香料 企图掩盖自己身上的腥臭味 然后赶紧打电话给梅依询问 还不过是 爸爸搞女儿啊 梅依大方帝承认了 这几瓶饺子献的来历 并表示 身上的腥臭味是药效的体现 隔天就好了 让李泰不用担心 而二人的通话 全让门外的丈夫听到了 而丈夫也正在想方设法重振雄风 听到这样奇笑的饺子 她心动了 当晚便找到梅依的饺子铺 一进门 梅依就知道她的来意 连忙给她端上一碗肉馅饺子 李泰的丈夫在一边吃饺子 梅依就在一旁搔手弄姿 难免擦枪走火 二人一番干柴烈火 忽然间 她发现墙上挂着一幅梅依的照片 上面写着1960年 20岁 那梅依的多大了 另一边 李泰的皮肤不但没有好 反而更加严重 已经开始过敏 她赶去医院 医生却表示没法治 正要离开时 遇到了丈夫的秘书来产检 她知道秘书已经怀上了丈夫的孩子 以后自己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 她倍感威胁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梅依帮忙 可是当她找上门去 梅依却根本不想理她 现如今梅依已经棒上了她的丈夫 怎么会帮助敌人呢 然而 好景不长 梅依的报应来了 警方经过多方调查 还是发现了梅依的非法勾当 听到风声后 梅依只能丢下一切 收拾东西走人 她的美颜饺子铺瞬间人去楼口 仍不死心的李泰再次上门 却发现梅依家已经被警方封锁 她再也吃不到几瓶饺子 走投无路的李泰 为了自己的青春美梦 只能做最后一搏 她找到丈夫的秘书商量 没想到秘书心里明白得很 她知道自己和李泰的丈夫不会长久 怀她的孩子只是为了钱 所以秘书只认钱 正好她已经怀胎五月 一个邪恶的想法在李泰心中产生 她花了两倍的价钱买下了 秘书肚中的孩子 在她的安排下 孩子被完好无缺地迎产 电影的最后 李泰看着桌上的极品阴肉 摩擦着锋利的菜刀 手起刀落 她开始亲手为自己做极品饺子 电影《三根只饺子》 追求年轻貌美本没有错 但是为此不择手段 甚至残害生命 做违法的勾当 那就是无法容忍的 温馨提示 大家吃饭时请谨慎观看